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乘巴基长线更加加五成 仙泰巴士公司申请加价的详情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星期五将会讨论那间巴士公司 去年提出的加价申请 根据政府提交的文件 九巴申请加9.5% 平均每程加大概7毫 农运申请加8.5% 平均每程加大概9毫 新巴和城巴的市区线 所有路线或一申请加2元 城巴的过境和行走机场的E线等 就申请加2成3 城巴来回机场的A线 申请加幅最高达到五成 城巴说自1997年年中开始营运以来 从来都没有调整票价 至于新大婴山巴士 就申请加9.8% 举例来往南田和九龙港铁站 现在乘9巴215X线 比起港铁八达通收费要便宜 若可以申请加幅加价 就要8.8% 同坐港铁差不多 由鸭尼州坐城巴机场快线A10 入机场就由48元变成72元 城巴香港仔来回利东的98号线 车费会由3.1%变成5.1% 加幅近6成半 唯一一个香港仔要留下 就是这一架 所以去加价没办法 现在刚刚开始经济好 都没好 这样东西都加 那工资又没加 很无奈 巴士加价 周围的东西都加价 超过市场那些全部都加价 你省得哪一样 运输处华过去三年 受到疫情和其他交通工具竞争 转型巴士每日平均 就是有大概300万人次乘客 加上工资和燃料成本上升 当局在处理加价申请的时候 会考虑平行巴士公司财务可持续性 和公众负担能力等的因素 当局又说已经豁免专营巴士 用政府隧道的收费 若过批准巴士加价 可以透过相关的基金调低价幅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气报道 立法会跨党派反对申请的加价认为过高 有学者就说巴士公司分拆广告等相关业务的收入 和部分政府补贴也都未入账 当局审批的时候应该一并考虑 加价潮蔓延去到巴士 加幅甚至比上次更加高 其中九巴解释说铁路扩张 令到巴士乘客量持续下跌 加上人口增长停滞 为经营环境带来严峻挑战 新巴同城巴就说 市区线过去15年 只是调整过票价三次 2021年亏损3千多万 去到超过1亿5千万 不过多个政党都批评不合理 移民现在的生活还未完全恢复 甚至于疫情里面 有部分市民的收入可能少了 人工也未见有加 将香港復苏復业復偿的步伐 是盖了大巴 我们是敦促特区政府 为这些巴士公司 狮子开大口 用脅迫的形式去申请加价 希望是用有效的方式 为市民把关 代表交通业界的议员易志明 就认为当局应该容许巴士公司 开拓更多的收入来源 政府可以在思维上开放一些 比如举例 巴士车身广告 香港现在只是将一些 贴纸式的平面广告放上去 我在英国伦敦是见过有些什么呢 是有些LED灯灯的 在那些所谓交通交汇处那里 其实是有些空间的 这些空间是否可以撥去 给不同的巴士公司 做一些convenience store 以九包围例子 广告业务早年分拆去到另外一间公司 这部分赚的钱 广告收入 没有办法传送保铁巴士的营运开支 另外2020和2021年都有盈利 主要原因之一是获政府疫情相关保铁 虽然去年亏损 但有学者就认为 仍然未计第六轮防疫基金 将会发还期内下半年的 维修保养费用 如果你有些数字是没有讲清楚的 譬如说是广告收入 有没有计算下去 你受到政府的补贴 那些维修费会不会退回给你 你如果没有全部是 讲清楚给市民知道的话 那到时候算起来 市民就会觉得有一些受到 所谓没有充分资讯的影响 他说政府审批需要时间 也都会全盘考虑这些相关的收入和补贴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刹期报道 转听下 政府再派消费券 不少市民这一年换了落油卡 又退回原先的八达通 重新登记时候遇到困难 新一轮第一期3000元电子消费券 在下个月16号发放 政府希望去年曾经拿过消费券的市民 可以自动入数去到指定的电子钱包 不过原来用八达通罗 如果这一年间换了卡 包括够年几换落油卡 就要做多一步 市民要到消费券计划的网站更改资料 需要填写过往登记消费券的参考编号 如果不见了 可以自电热线或者邮寄表格 或者先预约到八个临时服务中心 由职员协助办理手组 在太子始创中心的服务中心 就有不少落油卡的用户来查询 有立法会员就说近日收到大量的求助 或手组复杂 你没有说对长者 就算对一个可能不是很了解 这个运作的一个年轻一点的市民 其实你很难知道 你去哪里找得回你之前消费券的编号 还有有机会你真的换了手机 或者没了短信 你真的找不回 这个时候你又要打回去热线 这个也是一个比长者来讲 比较困扰的一个步骤 例如可不可以不用去填那个申请编号 消费券编号 因为这个编号其实跟身份证是挂钩的 申请人最迟要在今个月29号更改好资料 才可以在下个月16号拿到消费券 白达通公司由即日开始 去到下个月的15号 会先在12个港铁站安排服务大使 解答市民的烟难 稍后会在更多的车站提供协助 无线电视机者 吴家軒币路 港队参加国际冰球赛事 播放国歌出错 消息指港协企欧委会正是考虑惩处冰球队 不过冰球队令队说 港协企欧委会提供的国歌连结 主办方未能下载 香港冰球队上个月底 在波斯尼亚作赛击败伊朗 播国歌的时候被播成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港协企欧委会上星期五交代初步调查报告 说香港冰协未有交代何时 在哪里 和是否按指引向主办机构提供正确国歌的硬件版本 并且获对方书面回复 涉事香港冰球队领队关怨而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去年12月初以电邮通知国际冰球总会副秘书长 却说港协企欧委会提供的国歌连结期间的确转博到正确国歌下载的版面 但属于中文版 如果选择转为英文 就会变为另一个版面 主办方无法下载之下 未有与港方联络 自己在网上下载导致出错 却强调 领队在外兼顾事情很多 以近期的一场赛事为例 练习和酒店连水都没有提供 要由他买 已经尽全力确保维护国家尊严 为球员第一时间对播国歌出错做反应感到骄愕 至于有批评说 他们只是以短讯分次求员如何做反应做法不当 他说对此感到遗憾 因为他们付出的努力未获认同 据了解关软仪已经向警方录口供详述有关的说法 消息指警方有组涉及三合会调查科仍然调查事件 初步未发现有任何涉及反政府人事牵涉在内 退与港协企欧委会认为香港兵协违反部分指引 说会和政府商讨 考虑实施可行而恰当的情处 有消息说双方近日有开会 最快几日内有定案 至于国际兵球总会 至今仍然未按要求向港方交报告 无声音自己就一流进玉道 因应网上搜寻国歌经常出现错的歌曲 政府说已经和Google亚太区高层再开会 而近期正确国歌在搜寻结果的位置已经有提升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Google一直不合作 可以考虑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接连有港队参加的国际赛事播放国歌出错 有意见认为其中一个原因 是主办机构自行在网上搜寻国歌的时候 排在最前的几个结果都是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回复立法会查询的时候说 今年一月已经和搜寻器Google 亚太区高层再开会 而政府支科办已经由技术层面优化工作 包括在含国歌内容的特区政府网页 增加相关辞归等 说近期见到在搜寻结果 正确国歌的位置已经有提升 不过如果以英文搜寻国歌 正确国歌排名由最高排第三 去到最差第五 如果用中文搜寻 投陆位仍然是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有立法会议员认同政府的做法 但认为Google一直不合作 可以考虑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他们需要一些法令才愿意这样做 第一不是有好几次的个案 涉及一些歧视性的言论 并没有法庭的法令 他们都已经移除了有关的资讯 有关的内容 其实可能涉及违反国安法 但到现在为止 我的理解是执法部门 未有任何执法行动 现在都是先透过特区政府 去和Google那边作出一些商讨 是不是要从法律层面去做些事呢 他提醒政府不要买广告的方式 令国歌的搜寻位置置顶 以免助长提供错误资讯 保持人事记者 刘俊玉报道 稍后回来会报道 澳门宾馆空杀案被捕的香港男人 死者是性工作者 而被捕香港男人承认杀人 被控加重杀人罪和盗撕罪 转澳门记者黄远之报道 被捕的香港男人锁上手购 再被澳门司警押走到检察院征办 澳门司警在接报之后两日交代案情 只经过调查后发现 遇害的45岁女人 星期日被发现服私在中区 新马路富多宾馆房间的洗手间里 她2月中租用房间 提供按摩和卖人服务 45岁港人疑空 上个星期五晚上9点进入房间 逗留30分钟之后离开 和带走一个行李箱 左边头骨上面有15cm的开放性伤口 头骨严重碎裂 相信是由亚密多次襲击 而引致老内损伤死亡 另外在侮辱区内的墙壁 有多处血浅的痕迹 相信该处是第一空案现场 她承认作案 她声称当被害人提供性服务的时候 出现对她进行侮辱 因此激怒了她 所以她随手拿一件硬物 对她的头部不断襲击 故意将她杀死 但她否认是有阅谋的作案 不过司警说不相信疑空的说法 解释凶案现场有清洗的痕迹 加上她带走枕头和死者手机 和在澳门多处徘徊 九次进入不同大厦将静物拿藏 认为她企图逃避警方追查 也都是有阅谋 而至今还未找到涉案空气 司警又说初步调查显示 疑空的精神报告正常和无案底 被问到会不会找香港的警方 协助调查疑空的背景和法案动机 司警就说不排除任何的合作 疑空站被澳门司警 控告一项家重杀人罪和盗窃罪 相关控罪最高可以被判监28年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慧之报导 借北京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开始拜访中央不同部位和机构 先拜会财政部 部长刘坤说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李家超有很高的评价 劣迹人大闭幕后 特首李家超展开拜访部位之旅 首站是国家财政部 财政部部长刘坤接见香港代表团 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 刘坤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李家超有很高的评价 李家超就感谢财政部 支持香港港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在金融中心地位上面 我们确定重视香港发展成了一个区域的发展中心 只是在这方面 我们的成绩也做了一些我们满意的力量 李家超会在北京逗留七天 星期六回香港 一共有八位局长同行 他在社交网站说 会一年几日拜访不同的中央部委和机构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 他和局长已经做好准备 据了解他会拜访十几个部委和机构 相信是历任得手最多 无线理事记者叶昭和报道 直公银行倒闭触发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联储局说要全面审查事件 预计最快5月会有结果 虽然当局强调存款受到保障 但直公银行外继续有人排队拿钱 虽然拜登政府保证会为直谷银行的存款包底 在马萨珠塞州波士顿附近的分行 仍然有人漏夜排队拿钱 更加担定不用 去到早上银行门外已经出现人龙 星期一接任行政总裁的马奥普洛斯 就向客户发电邮 说不单止现有的存款 新存款都会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障 强调直谷银行在美国的分行会照常营业 未来几日也都会恢复跨境交易 不过事件未告一段落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明 需要彻底透明和迅速调查今次直谷银行倒闭 局方委任负责监管事务的联储局副主席巴尔领导審查 预计最快5月1日有结果 外电亦都说总统拜登政府正调查 直谷银行总部所在的加州当局 和三藩市联邦署被银行的监管是否出现漏洞 并且审视美国去年开始连回加息之下 直谷银行和同样出事的纽约Signature Bank 有没有接受相关压力测试 直谷银行股东就已经提出集体诉讼 入稳加州联邦法院 空高银行母公司行政总裁贝克尔 和财务总监贝克 隐瞒利率上升 会令银行特别容易面临擠堤风险 向他们索尝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 美国直谷银行倒闭引发金融震荡 至今流入金市和债市避险 金价曾经升至超过一个月高位 而外界对欧美大幅加息的预期 亦都明显降温 比国两年期国债知识率 星期一曾经跌65点指 跌幅是1980年代初二来最大 黄金亦都发挥它的避险功能 现货金年升三个交易日 星期一急升超过百分之二 从上每盎司1900美元以上 是超过一个月高位 有分析说 虽然接连有美国金融机构出事 不过暂时未见到系统性风险 相信避险情绪未来几日会减退 似乎1900美元流上都未必站得稳 可能会不会再加息 甚至会出现减息 这是我程度上反映了现在的金价里面 但要留意美国的通胀仍然在 联储局也会继续加息 今届有机会因此而回落一点 为免金融危机再现 市场对欧美央行大幅加息的预期迅速降温 继大行高盛之后 北克罗亦都预计联储局下个星期暂停加息 收回市场资金的行动 但是美国前财长实默斯认为 下个星期仍然应该加息四分一 如果不专注打击通胀是重大政策错误 至于今个星期已逝的欧洲央行 彭博引述官员说 虽然今个星期应该实践之前的指引 继续加息半厘 但是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市场更加曾经估计 加息半厘的机会少过一半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美英澳领袖达成核潜艇协议 澳洲计划在2030年初 向美国采购最少三艘核潜艇 澳洲和英国亦都打造新款潜艇 中方再次批评三国的核潜艇计划 构成严重核擴散风险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新卫城 还有澳洲总理阿尔巴罗塞 星期一在加州圣迪哥海军基地会谈 拜登强调三国自前年成立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志在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 三国领袖也就澳洲采购核动力潜艇 公布相关细节 澳洲总统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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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 美英两国最快2027年 在澳洲西部轮流部署潜艇 协助训练澳洲人员和加强威胁力 而在2030年代初 美国会向澳洲出售三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如果澳方有需要 可以增致采购五艘 另外英国和澳洲也都会打造新款潜艇 它结合英国新一代设计和美国尖端技术 其中英国将会在2030年代尾交付第一艘潜艇 卢斯·萊斯集团有份建造 而到了2040年代初 澳洲也都会交付当地第一艘潜艇 有澳洲官员说到了2055年 核潜艇计划将会耗资3680亿澳元 另外有美国传媒说 澳洲采购美国核潜艇目的是要威胁中国 而在北京 外交部再次批评三国 为了地缘政治撕利 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关切 在错误和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 涉及核武器国家 向无核武器国家 转让大量武器及高农油 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三国声称将遵守最高核不扩散标准 纯属欺世道明 中方认为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 美英澳不应该展开核潜艇合作 并且敦促三国 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 秉起冷战灵和思维 誤造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下一节还会报道 内地明天开始调整富华签证和入境政策 包括恢复审犯外国人入境签证 内地进入流感高峰期 快测需求急升 北京部分的药房出现缺乏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明天开始进一步调整 外国人富华签证和入境政策 包括恢复审法各类富华签证 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 星期三开始调整签证和入境政策 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日之前签法 仍然未过有效期签证的入境功能 中国驻外签证机关 亦恢复审法外国人各类富华签证 口岸签证机关同一开始恢复审法 各类口岸签证 恢复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免签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面签政策 另外内地星期三开始 再将越南、意大利、法国和冰岛等 40个国家列入出境旅行团试点名单 即是旅行社可以经营中国公民 前往这些国家的出境团 至今名单上一共有60个国家 不过疫情之前中国公民的热门旅行地点 日本、南韩等地就不在名单上 外交部又提醒中国公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要做好个人防护并遵守当地的防御要求 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 机构改革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要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统一 李强主持召开上任之后 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上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必须其次鲜明讲政治 必须将维护中共中央权威 以及是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规矩 会议也都审议通过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办事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等的设置 强调要借这次机构改革 适应旧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推动市场和政府更好结合 会议又讨论并且决定新修订的 国务院工作规则 提交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 内地上个月进入流感高峰期 感染率一个月之内已倍数急升 事面对流感快速测试剂的需求 亦都急升 据报有试剂比新官快测 为最多30倍仍然有价有市 在北京部分的药房已经卖了存货 驻北京记者陈着康报道 流感的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头痛等 在北京朝阳区这间疑科医院 不少家长带子女来看医生 有家长就形容 金波流感比新官感染更严重 这个流感感觉比去年的新冠 还要严重一些 其实我家两个孩子已经有一个 已经得了一件 新冠的时候它发烧也就大概一两天 现在就三四天发烧 我觉得还是蛮严重的 流感好像刷得比较严重 刷到四周度 大量还好 我们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小孩好像比较严重一些 据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由上个月27号起 计一星期内 接获了720宗流感 强病例暴发疫情报告 比上一个星期多了近八成半 而感染率也都由上个月5号 不到百分之一 急升至今个月5号的大约四成一 最近这三年我们抗击疫情 新冠疫情的时候 大家防护得非常好 而既往每年都有流感的流行 本身它这个就有一定的免疫力了 很多人三年没有感染 那么再次感染就容易变重 流感快速測试剂的销售市场 也都受带动 北京多间药房的感冒药存货充足 但是流感快測已经断货 有药房职员就说近日每日平均有几十人 想买流感药物和快測 不过快測包上个星期已经买完 暂时未知何时补货 这一类快測的售价一般是50元人民币以上 比使用方法类似的新冠快測 贵最多30倍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彩康报道 内地的幼稚园中小学和大学 即日开始不再强制戴口罩 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发通知 说各级学校的师生可以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意愿 选择是否戴口罩 托移机构的职员和幼儿在出现新冠阳性的时候 应该暂时居家治疗直至康复 而非疫情流行高峰期间 大学要进行应授课堂 不允许封闭管理 内地近日强化自媒体的监管 强调要从严处置自媒体造谣 假冒、违规经营等问题 并处罚管理不力的网站平台 驻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自媒体近年在内地盛行 自媒体遮使普罗大众透过社交媒体等平台 分享个人观点、作品、自制影片等内容 但部分内容不时被指夸张或失实 内地民众有没有遇过呢? 中央网信办近日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自媒体整顿行动 重点针对社交媒体、短视频、网上直播平台等等 自媒体的违规行为 打击自媒体造谣 包括编造虚假事件、离奇故事、集合救民、救市、冷饭热炒 盗赞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或者言论 禁止自媒体恶意炒作、射染悲情、煽动对立 製造损害中共和政府形象、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害资讯 同时要从严整治利用弱势社群博留量 包括利用老年人摆拍、开直播、骗取网民打赏、捐赠等等 当局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督促网站平台 要从严主至女教不改的自媒体 对管理不励、姑息重容的网站平台 依法采取限期整改、罚款、暂停相关功能等处罚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在邓杰人那里 我们有日本旅游书以政国神社作为封面 出版社已经要求停售 日本游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是2014年出版的日本旅游指南 近日有人发现封面当中出现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政国神社 出版社今天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 承认选取封面图片审核不仔细、把关不嫌的问题 已经要求停售、之后会回收和销毁 而且会严肃追究有关责任 看看今天的行程 恒生指数今天收射报19247点跌448点 总成交1308亿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紧8点 巴黎克指数升50点 德国DEX指数升150点 专设会报道 房协推出红磡掌证屋 最便宜120万可以终身居住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房协推出红磡掌证屋封宜居 有312个单位最快年终入伙 60岁或以上掌证可以申请 租住权费由120万至265万可以终身居住 位于红磡利公街的封宜居 有一房和开放式单位 面积由235至403尺 共一至二人入住 年满60岁 在香港居住满7年就可以申请 按年龄有不同的资产限制 缴富一次性的租住权费就可以终身居住 而租住权费按年龄和单位类型来定 最便宜75岁以上开放式单位 大约120万 最贵的要265万 半年内一筆过缴富 可以有6%的折扣 和6个月豁免综合服务月费 亦都可以选择一年分期付款 头30日才缴富两成首期 而每个月终合服务月费 大约2千多至3千多元 包括管理费和医疗团队费用 入住的长者如果出现不舒服的话 在房里面也设置了紧急支援系统 按键后大厦里面的医疗团队 就可以立即上房 为长者提供适设计医疗服务 项目亦都采用落零科技 和长者安全设计 例如无火煮食 房内外切扶手等 封移居一月落成 是房协第三个长者安居乐计划 年同大约10年前推出的长者屋 将军澳落移居 和牛头角的彩移居 合共800多个单位 房协说目前仍然有大约500人轮候 如果我们真的幸运地 我们很快可以集收 租了300多个单位 其实我们来着 还有其他项目来着 坐移居乐移居 如果有一些退回来的单位 仍然他们都可以选择 房协星期五会开放封移居示范单位 给申请人参观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捕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派出第一个酒店转做青年宿舍项目 获批项目由香港青年联会 和几位集团合作推出 卖于铜锣湾摩利神山道的酒店 一共有97间房 提供最多194个宿位 青联说会为青年租户 提供参与社区外展工作的平台 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 并透过青联的会员网络 提供生涯规划 创业等方面的支援 施政报告提出 资助非政府机构 租用合适酒店和类馆 转做青年宿舍 目标五年内 提供额外达3000个宿位 计划一月初开始接受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